大家好,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必须抓住一个人的胃 俗话说,和莲一身宝,秋冬最养人 秋天的莲藕是最养人的 秋天我们要记得多吃一些莲藕 要说最滋补最合适天秋标的,那必然是炖莲藕汤了 很多人在炖莲藕汤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炖的 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 这样炖出来的莲藕口感不好,而且还会发黑 今天就分享一个正确炖莲藕的方法 炖出来的莲藕汤汁鲜美 莲藕吃起来软糯鲜甜,特别的好吃 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莲藕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来准备两斤的排骨 放入一个大一整盆盆中 现成的排骨价格非常的便宜 二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斤 先往排骨里面加入一勺普通面粉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下手抓拌一下 抓拌到每块排骨 表面都裹上一层面粉 里面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够很好地吸附掉排骨表面的杂质和细菌 一次抓拌到手上改变黏黏的状态就可以了 抓好以后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摸过排骨就可以了 把排骨抓洗一下 洗掉排骨表面的面粉 抓起以后将它控水捞出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 最后洗到像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非常的干净 然后再将它控水捞出 把洗净的排骨放到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增加切成薄片放入盘中 切好输入盘中备用 再来切点葱段 切好输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控花水的排骨倒入锅中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摸过排骨就可以了 加入切好的葱段和姜片 倒入少许料酒去腥 用铲子搅拌一下 将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开大火把水烧开 去一下排骨的血水 烧开以后用勺子撇去上面的浮沫 撇干净以后继续用中小火煮5分钟 时间到了 把焯火水的排骨撩出来 然后放到40度左右的温水中 把排骨简单的清洗一下 洗好以后将它控水捞出 火烧热 过烧热倒入少许的生油 油热以后倒入排骨炒虾 一只炒到排骨表面微微发黄 再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倒入切好的葱姜炒出香味 然后根据家里的人寿 倒入适量的开水 水要一次性加毒 现在不可以往里面加入冷水 如果加入冷水根据热胀做的原理 排骨如果添加冷水的话 肉质就会发柴发硬 一点也不好吃 烧开以后盖上盖子 继续开大火炖10分钟 10分钟以后把里面的葱姜挑出来不要 葱姜的香味已经完全被煮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 再煮下去就会影响汤汁的口感 接着把排骨和汤汁一起倒进砂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转中火炖2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处理一下莲藕 把莲藕的外皮削掉 我们在买莲藕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两头封闭的 这样里面会比较干净 去皮以后先去头去尾 然后再把莲藕切成滚刀块 炖汤的时候可以选择老一点的莲藕 颜色偏红偏暗的 这样的莲藕电脏含量高 水分含量少 炖出来的莲藕口感软糯 适合用来炖汤 如果喜欢吃清脆的可以选择白莲藕 看一下切好的莲藕在藕灯里可以看到有脏东西 如果直接炖的话就是非常脏的 我们需要把它彻底清洗一下 把切好的莲藕放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物盐 一勺面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要没过莲藕就可以了 用手抓碗均匀 让它们充分的溶解开 最后像这样浸泡10分钟 里面加入食盐面粉 因为食盐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毕竟莲藕是在芋泥里生长的 细菌之类是少不了的 加入面粉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可以吸掉莲藕表面的芋泥和葱卵 10分钟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泡莲藕的水已经变得非常脏了 这时候把莲藕简单的清洗一下 洗好以后将它控水捞出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继续给它清洗一下 把莲藕多清洗几遍 直到把洗莲藕的水变得清澈为止 这样我们吃起来会比较的放心 洗好以后再把莲藕捞出来会用 这时候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好香啊 散发了一股浓浓的香味 接着把洗干净的莲藕加进来 然后盖上盖子开小火慢炖30分钟 再放入几个洗干净的红枣 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段视频不容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意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请动动您发生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再加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用勺子搅拌一下 关锅以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的生物盐 这里就不需要加其他的调料了 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原汁原味的汤喝起来更加的鲜美 这样可以保持莲藕汤鲜味道 像我们这样非常好吃的莲藕炖排骨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样炖出来的莲藕一点也不会发黑 排骨也是非常软烂 断均匀以后将它盛入大碗中 这样做出来的莲藕吃起来鲜甜特别的营养美味 用这个方法炖出来的莲藕不会变色 也不会发黑 真的是汤濃肉香啊 营养也是特别的丰富 里面的骨头和莲藕都炖得非常软烂 牙头不好的老年人也可以食用 是一道老少介意的营养美食 喜欢我的做法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